绘画是画家们舒张情感的极致 在挥洒笔墨之中 除了可以表达对人世间的情爱 更可以表达对自然间的一种如沐之情 画中群山重叠 山如海 海如山 营造的是一种天地的脉动 一个可居 可游 可望 可行的山水情景 群山环保中 数十户人家坐落其间 却显得孤绝 清幽 在自然天地的婚姻下更绝渺小 画家用浓质的色彩 画出了城市的悲情 然而城市虽然悲情 却也透露出一股顽强的生命力 与大自然合而为一 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禅景 在画家笔下 一点一画 信守年来 随缘而画 画家不再执着于有形的外在 而破除所见 画出了心灵的律动 欢迎各位收看今晚为您安排的 今宵花月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不知道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雪 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一颗一颗流着热泪 你知不知道 寂寞的滋味 寂寞是因为 思念谁 你知不知道 痛苦的滋味 痛苦是因为 想忘记谁 你知不知道 忘记一个人的滋味 就像心上一种 残酷的美 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告诉自己 坚强面对 你知不知道 寂寞的滋味 寂寞是因为 思念谁 你知不知道 痛苦的滋味 痛苦是因为 想忘记谁 想忘记谁 寂寞的滋味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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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的滋味 寂寞是因为 想忘记一个人的滋味 你知不知道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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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喝了一杯 冰冷的水 然后用很小很小的滋味 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告诉自己 坚强面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久没故意漫步 好久没故意漫步 轻易的话好久没重复 轻搖荡的叫忍住 你变了还是糊涂 你说对爱满足 轻易动作不需唱远处 轻潮荡的叫忍住 不知该如何相处 想那偶尔也需要浪漫 女人的情绪很容易落下 没有热安全感 心会暖 我觉得心里未知应该讲 我觉得心里未知应该讲 好久没有热安全感 我要你给我再追一次 好让彼此想得更清楚 你快意识着再追一次 也许感觉还在 有于居里来 或知对爱的地方 作者 吮咪 也许感觉还有一声 再追一次 那一点当地危機关注 你说对爱满足 你说对爱满足 据腻致动作不需唱违处 情吊蕩的叫人一出 不知該如何相處 相愛偶爾也需要浪漫 女人的情緒很容易亂想 沒有了安全感 心會亂 心會一晃 我覺得心裡委屈應該講 我要你對我再追一次 決定你還願意快樂付出 美麗的話再重說一次 讓甜蜜回到最初 我要你對我再追一次 讓彼此笑得更清楚 妳可以試著再追一次 也許感覺還在 也許對愛已經模糊 詞曲 李宗盛 妳只以為不會再或他們談了 就算是身邊已經充滿各種耳語 但我卻看到 你那美麗的臉 在多彩多姿 生活中 漸漸常白 漸漸常白 我一直以為不會再乎他們眼神 我一直以為不會再乎他們眼神 就算是身邊已經充滿支支點點 但我卻看到 你那燦爛的笑顏 在紛紛擾擾 話題中 漸漸沉默 漸漸改變 流言轉來轉去 說不聽不知道何時能平行 流言轉來轉去 請相信我的心純真如忘記 流言跳來轉去 會隨著每一天淡去無痕跡 但願你相信 但願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許多人窮其一生 希望追求功名利路 來豐富自己的生命 其實這麼一來 反倒讓生命失去了焦點 我離開家 是17歲 我離開家是17歲 17歲的時候 那麼 那個時候我在想試試看 要修道 要做神父 有很多原因 我覺得蠻困難的 因為那個時候也有一個女朋友 這個女朋友是 本來我以為她會反對 所以我就不敢跟她說 不敢跟她講 後來有一天我覺得不能再拖 我就告訴另外一個同學 後來我那個同學告訴我的女朋友 我勸她很多次 我說你不要告訴任何其他的人 因為我還沒有公開發表這個事情 那麼不過後來我發現 她也很喜歡我的女朋友 所以她聽說我要去修道 那為她是很大的那種喜訊 好消息 她就趕快告訴我的女朋友 所以她那天晚上給我打電話 她說 聽說你要當神父 說是啊 那我怕她會哭啊 會鬧啊 搞不好就會自殺 她都沒有啊 她說恭喜恭喜啊 她說如果我是男孩子 說不定我也會去當神父 啊 我覺得有點無情啊 啊 快把我放棄了 啊 不過我也很感激她 也也有時候 我們的小現在還是好朋友 一定會每年通信 寫一些卡片呢這些 啊對她已經結婚了 是 那自己的這個親人呢 有沒有這個你做這個決定 他們有沒有一直反對的意見 也許啊 我覺得蠻我也蠻幸運在這方面 如果我母親反對啊 反對我可能我想一定沒有辦法 你就會考慮一下 一定沒有辦法做到啊 不過她沒有反對 我還記得第一次告訴她 她在幫我填這些神經大學的那些標 對我覺得她很可憐啊 她不知道我要去修道啊 我已經心裡決定了啊 所以我就告訴她 我要去某一個地方 她說奇怪 那邊好像沒有什麼大學可以讀啊 我說對啊 那邊是一個耶穌會的修道院 她馬上就看我啊 好像很驚訝 她沒有想到我會做這種決定 因為我有一點活潑 有一點皮啊 對你比較外向 所以她看我半天後來她說 沒有關係我還是幫你填好了 萬一你改變主意 那麼後來她告訴我 她沒有相信 她不相信我會做到 所以我走了 她說她並沒有反對 一句話都沒有講 不過她說萬一你實在做不到 就是做沒辦法做不下去啊 隨時可以回來啊 你的錢還會放在銀行裡面 不會把它花掉 所以給我很大的安全感 很大的空間 她覺得如果我們幾個小孩子 做我們高興做的事情啊 那她做母親是成功了 謝謝 謝謝 好心情 小膝堂 呀 小膝堂 做你住滿人 小膝堂 耶 小膝堂 活 鼻子坂 拍狼 出夹頭路無冠 暫時來背秀巴掌 嘿秀巴掌 嘿秀巴掌 背秀巴掌 背嘴大賴 吳嘎棒 背嘴修來 由寶康 嘿秀鴻蓮 踏手等 誰人知過的苦痛 萬天的歌 背巴掌 嘿秀巴掌 嘿秀巴掌 背秀巴掌 背秀巴掌 秀巴掌 背秀巴掌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意境是一種無邊無際 無所依循的感受 它所呈現的是那種形而上 精神層面的感召 我們很難去把某一種或是某一層的意境來說清楚 但是卻可以很明確地意回到那一層的感召 我想這就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人性共通點吧